嗨,欢迎收看发现美味时刻,我是羊羊 或许在大家的印象中,非洲美食都是比较不加修饰的 更多的可能是煮熟就吃 跟中华美食的理念区别比较大 我们更讲究色香味俱全 但虽然卖相不佳 但实际上在非洲还是有不少美食中的精品的 当比克的霹雳霹雳鸡来说 如果你看着它奇葩的卖相就拒绝它的话 那绝对会成为你的遗憾 不少旅客听到这样一个霸气 甚至是奇葩的名字的时候 就会在心里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其实在莫桑比克 这里作为非洲著名的旅游度假生地 它的美食与它的阳光、海滩同样出名 而在美食上就手推名菜 霹雳霹雳鸡反而不是这里生产的各类海鲜了 这就能从侧面说明这道菜在这里的地位 以及它在人们心中的美味程度了 但实际上这道菜看着真的很难引起人们的食欲啊 表面烤得焦焦的 甚至不仅仅是皮 连肉都有点烤过了 而对于中国人来说 我们吃鸡一般都讲究鲜嫩本味 白切鸡、盐焗鸡、大盘鸡等等 无疑不是鲜嫩的代表 但如果你了解过霹雳霹雳鸡的做法 你或许可以理解 只是它为何如此受欢迎 上烤架之前 先用青凝汁、大蒜、椰奶、辣椒等天然调料腌制 烤完过后 再裹上花生酱和新鲜椰奶 然后烤焦 可以说 其实表面看着黑黑的被烤焦的那一层 都是那些天然调料 香味伴随着焦味神话 吃的时候也是非常讲究的 一般配菜就有多种多样的水果和蔬菜 如果你觉得味道不够重 还可以蘸花生酱或者椰奶酱 如果你愿意撕开表皮 它就会还你一个惊喜 不知道各位小伙伴 对这一道霹雳霹雳鸡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关注发现美味时刻 留言余额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啦